9.9 因为上一周 CDG没进 9.2分 DT DT和KRG的分数目前还没有及格 0枪 8.2分 这波 踩上去其实是危险线 没了 这没办法 这波真的太大胆了 首先 你在这个位置看到 对面山头没有人 大概率会往上踩 是的 对面山头没有人 就没有人对你有压制力 然后踩上去的时候 其实近点埋了一个 就这一波的危险线 看到有点危险 对 而且按照之前这种圈形的话 天霸它不会像RBS 就是我往左绕 或者是往右绕 去找更安全的一个竞圈的角度 它是选择 就是我直接 往这座山上去推 这波圣马丁的遭遇 RBS的一波 咋点 进了圣马丁里 枪线角度有点多 被溜了 没想再往北部走了 反而直进了生马丁 是的 西色城头 驻守了一只悟空 没有着急动的 反而在圈中心的DT 分采很开心 最后的这辆北车 是的 好 CTG很有可能要进行会合了 从舱里面去推前面的反坡 倒是有圈架的机会 又倒了 感觉还能救吧 这种圈形一刷过来 DT立马合到飞机平台 别犹豫了 没想到是焦阳把2-tap给打了 KRG的前面两个队员 被迁路给吸引了 是 没了给了一枪头 这车速好快 哦 菠菜还是将焦阳给打下来 这么快的一个车速 坑里有人 XCG进不去了 XCG只能继续往前面走 半坡上还有一个坑 看XCG会不会直接插 那坑里面很自闭 不过飞机平台的人 并不能拉出来轻他们 现在就是这个坑待着之后呢 它有保镖 保镖还蛮多的 只不过这个坑需要吃鸡的话 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最关键的是 在这个五阶段 如果有圈架的机会 就那个台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 确实很难受 还是拉出来轻了 这个位置能忍住这一波吗 感觉有点困难 不过不是很多 要轻早点轻 因为到后面的话呢 能打你的角度太多了 踩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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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补一颗烟 再倒一个人 DXC波可能是前压的 没有烟体 远点枪线 不管不影响 就 没抓住对手过点了 而且前压有个反驳 两枪头 混烟 还在续烟 被清掉了 这个位置 强行出来打了 不会吊人吧 看小凯能不能补掉他了 这波好果决 DT就觉得 后面让 这个烂尾楼下面的反坡 就是这条土路 强行出来 选择了盗围墙 又是悟空 白龙马打掉第一波 再来第二波 也被完美的跟枪跟掉了 去 贱地地 想要拉出来拿分 远点一直有人在抽 看17跟牛海比刚好能抽得到 牛海比离得隽远还能抽 对 原来 一直在抽抽中大残血 先打个要吧 稳一点 富艾姆还能服 哇 天地地 补充了一波 刚才XCG的手雷 要把Pero这个点打掉了 这局DT 清这两个坑 清的是真的 很有效率 是很有效率 不过由于白龙马被打掉之后 现在只护送过来了一个博里昂 其实富艾姆战队有更多的空间 先把队友给扶起来 正感觉西边的坑比东边这个好一点 是呀 因为离他那个远一点 对的 主要是 像什么New Happy啊什么的 还能帮忙架一架 主要是刚在那坑里面淘汰了 这纪念的攻防 只剩波莱安哥一直在被轰炸 对 对面的小凯啊 Flighting啊 帮不到 他不好过 RBS在旁边的能架过点 New Happy 到哪里去呢 感觉应该他也是去到Pero的那个位置 或者是一开始XCG的那个坑啊 对的 感觉 只能二选一 XCG的坑其实要比Pero那个位置 往里面冲了 火梁 对位一打一 南少打赢了 但原点有乔凯的下枪 龙子圈倒了 没有给补掉 南少是被愚人给打倒的 17 17这边也来了 前面在马路的那个坑 待了很长时间 很自闭 就是等这波机会 只剩下了Forever 啊 这个小凯过点 一枪头一枪身 直接把小鬼秒掉 近点永远是一把双喷 一颗雷 17兽直接被炸到 满血倒了 宿九在外面扶人啊 这一波风的一个侧面的过点 烟 武弟弟很慌 永远拉出来先补了人 龙子圈被扶起来了 三打二 一个折疗伞要拉出来轻人了 两颗伞拉过来再喷一个 墙有点高 这个位置架不住 但是雷炸了 Forever直接被炸到 龙子圈在房子里面 看看这个雷的一个效果 打赢扶两个 直接找了一个死角的地方 规避了投资物的一个伤害 打伞要近了 不然的话自己完全打不过 但是悟空这边来了 悟空来去外了 悟空蹭进来就刚好 可以看得到龙子圈背身 雷 两支队伍全没了 最多还是悟空活下来了 是的 这个地方打得太激烈了 原住民这个防区的归属权 依旧没有变动 杀手人环想要溜 但自己的背身漏了出来 哎呀马枪了 但是好在是修正的比较快 先补掉 没关系小马不算嘛 五阶段的篮圈伤害有点高啊 果不其然还是被电倒了 倒了自己掉的血量太多了 三门也被修了头皮 理发师烤鱼 这个我左边就是一枪头 拉过去就是一枪头 拉过来就是一枪头 我牛海皮三个干拉的烤鱼 我没有看到呢 我小凯 皮克金 是的小凯的远距离的输出效率很高的 看看这一波近点 但是血量太低了 有提前枪吗 没有 揪揪秒掉了 来也一把srk追着喷 没有补掉我的队友 那是有机会能服起来的 不过天霸已经在头顶上拉位置要输出了 来了来了 这个雷赶紧跑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完全没有喘息的时间 天鹿也拉过来了 srk看到了侧面的崔奇 也先打掉 这个位置导人天地地还有手雷吗 相同的位置 好 这次是直接用大炮把人头补掉了 对 还摸了一个 现在天鹿只剩最后一个了 位置有 团形六阶段 天鹿东边只此一加 对 高低的一个夹角的枪线和投注的配合 这DT是要这局下班呢 DT左天很多 六阶段一路走走停停 我感觉很难进 说实话 这一百多米难以遇 对 走两步得要打一个要 走两步得打一个要 这局DT也很聪明 他应该是知道 NHP可能最大的想法就是他这个烂尾楼 所以他所有的阻力全都是在烂尾楼 但是对枪没有对过 宁甲直接被周平岩给放倒了 这波想起头 明起头 就开始大军压进 对的 不过这波往后面去压的话呢 也是给到了NHP往前面去冲的一个机会 过点天地地埋到了一手周平岩的侧身 这局天地地的手感太好了 已经个人拿到了五个淘汰 整个队也燃起来了 这边NHP还能服 而且幻神出现的位置 让天地地只能单防他 RBS要摸屁股了 1897 一盘 上车 前后都有人是鱼人的枪 这波RBS是来劝架的 NHP的想法现在就是 趁此机会把这个烂尾楼给你们 自己去到一个东面的烂尾楼 因为一个差队成功率比较高的队伍的话呢 他一定需要一个很好的指挥 人封完了686没成 往后拉位置 跑位空间不够的 直接被淘汰掉了 RBS成功的把这个烂尾楼打得下来 三打三打二的一个决赛圈 南边是走不通的 没机会 没补掉 差点 可以服 你瞧要丢雷 开始封过点烟 慢慢卡着 自己先吃南边的 这个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 小虎先被侧翼的SATA给放倒 这过点还是被抓到了 虽然很短 鱼人开着婚烟往前爬 用飞车当掩体 离梅花庄越来越近了 男男的出枪 郁郁直接被打掉了 RBS的鱼人也被淘汰 场上形成了一个三打二的局面 郁那个位置是服不了的 没有机会服 从从这个位置也很尴尬 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最白了 SATA有很多雷 从从秒了一个 一打一 一打二 看SATA的雷怎么丢有N多 哇 对枪 NU HAPPY直接冲出来了 还得是NU HAPPY 十个淘汰